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超梅 有些人走了后院,确实让人此生难忘 1997年8月31号,丹安娜所乘坐的汽车以超高的速度撞上巴黎隧道的一根柱子上 最后丹安娜因为伤势过重而适逝,想年36岁 即便是丹安娜已经走了23年,她依旧是引领潮流的时尚先锋 在每年的7月1号的日子,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依旧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纪念母亲 为她庆祝她的诞圈 最经典的相片却是得不到丹安娜的欢心 实际上,在丹安娜与查尔斯认识之前,丹安娜还曾经是一个伦敦一所幼儿园的老师 那个时候的丹安娜只不过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丹安娜一张带着两个孩子站在阳光底下的相片,成为她最经典的相片之一 虽然这是最经典的相片,但是据说当时的丹安娜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照片 至于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裙子归透明 也或许是因为当时的丹安娜的表情并不阳光 梦想的开始,也是美梦初行的开始 从很小的时候起,丹安娜就是喜欢看言情小说,受到小说的影响 丹安娜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嫁给白马王子 嫁给查尔斯王子是她实现梦想的开始,也是她美梦初行的开始 1981年2月24号,英国王室还宣布了丹安娜和英国王处威廉王子订婚 五个月之后,也就是1981年7月29号,丹安娜和查尔斯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婚礼 当时约有7.5亿人口通过电视收看了婚礼 在婚礼之前,人们都是在猜测,丹安娜究竟会穿什么样的婚纱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丹安娜身穿着7.62米的长婚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 那个时候的丹安娜让人有一种眼见一亮的感觉 而伊丽莎白和丹尼尔设计的这套婚纱,引发了新的时尚潮流 2018年,这套婚纱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英国皇室婚纱 睡美人丹安娜1981年11月4号,丹安娜参加了博物馆的展览 也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丹安娜因为过于疲惫而睡着了 身穿着华丽礼服的丹安娜,斜着头大颗睡的一幕被记者拍了下来 也正是她这个低头颐睡成就了最经典的睡美人照 世界上,丹安娜的瞌睡是因为过于频繁的王室活动 让丹安娜疲惫不堪造成的 其实有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 当时的丹安娜已经还上了威廉王子 所以丹安娜的犯款行为也不足以为奇了 24年后,威廉王子因此为此动容 1992年,川莱斯王子和丹安娜一同前往印度访问 由于当时的活动过多,也有人认为 当时的川莱斯王子有意为之 在面对痴情的国王为自己的王后建立了太极灵 丹安娜迎着冷风坐在长椅上 或许是想起那个时候自己费尽全身力气 却得不到婚姻的爱情 当时的丹安娜面露悲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帝将这个画面拍下来 那个时候的丹安娜,犹如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娃娃 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太极灵面前,显得无比的孤独 2016年,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再次来到了这个充满被烧毁的地方 当时威廉夫妇两坐在丹安娜曾经坐过的地方 或许是想起了母亲当时那个孤单而落寞的画面 起身之后的威廉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威廉快速地擦掉了自己的眼泪 威廉原本以为要梅提姆察觉到他这个小动作 没想到后来还是被记者抓换下来 时隔24年,威廉依旧会想起那个姓丹影子的母亲 1992年,查尔斯和丹安娜分居之后 查尔斯带着两个孩子到公园玩了一整天 他带着孩子用孩童的方式来忘却那些不愉快的 至于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就不得知了 但是据说当时的丹安娜要求自己的孩子和普通民众一样 陪对等候 23年可以让一个婴儿成长为人 23年可以让很多人耽误很多事情 但是在这23年里 他从未从这个世界离开过 每年到他离开的日子 人们总是会聚集到肯兴顿公 到年那个勇敢又善良的人名望飞 接下来是 你见过最横的 谁管不了的人是谁 女王觉得是最霸气的老太太 虽然现在的君主制已经如同虚设 英国女王只是相征性的权利 而英国大部分的法律都是要求 英国的王室成员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但是实际上 有部分的法律对女王依旧是没有约束力 也就是说 只要女王愿意 谁管不了这个老太太 一 可以任意犯罪而不受法律的惩罚 实际上 伊丽莎白二致享有主权或民权 这就意味着 她不会受到民事 或者是刑事案件的起诉 换句话说 假如女王犯了罪 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上的 没有人能够因此起诉她 所以她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 白金汉公还特地做了说明 尽管英国法律不对女王提起民事 或者是刑事诉讼 但是作为英国君主 伊丽莎白二致还是要严格遵守英国的法律 虽然这是法律漏洞 但是伊丽莎白二致肯定不会钻这样的空子 也不会做这样出格的事情 二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抽策 当女王首相以及其他的王室成员在参加王室公务的时候 她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驶汽车 她们可以降低速度以保安全 也可以抽策形式享受快感带来的刺激 由于王室成员在参加公务活动的时候 都是由英国警察护送 所以她们的车辆无需遵守规定 除此之外 英国也允许警察 消防车 救护车等在紧急公务的情况之下 有违规的行为 三 没有护照 却可以到世界各地 由于英国的每本护照 都是伊丽莎巴二世的名字签发 因此 英国女王本人不必为自己准备一本护照 但是除了女王之外 其他的英国成员都是拥有自己的护照 除了没有护照之外 其实伊丽莎巴一直都是武政教士 并且一开九十七十六年 或许会有人担心英国女王的教士技术 其实在二战期间 伊丽莎巴二世本人 就是服役与后勤部队的机械师 所以对于女王的教士技术 也是没什么可以担心的 四 拥有孙子的监护权 假如伊丽莎巴二世哪天 突然心血来抽 要亲自照顾她的曾孙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只有女王才拥有这些 未成年后背的监护权 而这项规定 已经建立了三百年之旧 虽然伊丽莎巴 也是不可能将她的曾孙 带到身边服用 但是从法律层面上讲 这事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五 在某些情况之下可以免税 很多人都是曾经谴责过 王室成员的逃税行为 其实英国的法律 并没有隐形规定 要求英国王室成员 一定要交税 出于对国家的负责 伊丽莎巴自愿带头 为自己的资产 防产 收入交税 六 王室信息不能共享 英国王室不是共享单车 也不是共享网络 所以他们拒绝信息共享 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 英国王室的信息 禁止共享 是英国法律的一项规定 信息自由法允许英国王室 在日常工作 以及财务当中 行使自己的隐私权 也就是说 他们一旦行使了自己的权利 那么女王的事物 和英国王室家族的事物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一旦有人违反了此项规定 那就会受到法律的严重 其实 这条法律 也适用于王室的工作人员 因为 英国王室的隐私 并不是第一次 被世面的工作人员出卖了 虽然英国王室 享有以上的权利 但是英国王室 像以言以律己著称 从做到吃 英国王室都是严格的 遵守着王室规定 甚至伊丽莎巴二世 也不能违规 所以 想要看到英国王室成员 做出违反违规的事情 几乎是一件 违乎其微的事情